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顾同学 我一直想改辆露营床车 露营的时候它就是个移动的小卧室 你可以睡车里不用再担心风吹雨淋 那不露营的时候它就是个移动的仓库 我不用再把我那些露营装备痛苦的搬来搬去 于是我花了两万块钱买了个这个 那这时候呢就有小伙伴问了 那为什么你没买一个更加卡哇伊的 李牧浪迪或者是NV200呢 那首先李牧浪迪啊 它毕竟是一个十几年前就停产的车型 那现在的车况不咋地不说 而且现在价格吵得起稿 对吧 咱们不能惯着 那NV200它本身就不便宜 二手车现在车况好的 也得六七万块钱 所以这也超过我的预算了 那经过我的种种考量啊 我最终选择了五菱之光 而且我认为五菱之光 在整个五菱的微面家族里面 是最复古可爱的 那这时候呢你又会问了 那为啥别人它都有窗户 你这个五菱之光它怎么没窗户呢 首先这台车它的行驶证上 是轻型封闭式小货车 你要知道啊 在北京如果你想买一个 乘用版的五菱之光上牌 你是需要北京的小客车指标的 那个指标可老难咬了 那如果你上外地牌呢 你只能在北京开7乘以12天 也就是84天 那如果你买了一个轻型封闭小货车 不需要你有北京户口 不需要指标 不需要加五年的养老保险 只需要一张居住卡就能拥有一个北京牌照的金牌小货车 能进六环不能进五环 我就问大家 两万块钱买个金牌的五菱之光 它不香吗 还有个好处啊 我这个车呀 它后面就没有座椅 就你不用担心因为改座椅被定义成客户混账而被罚 原厂它就长这样 但当你坐进车内这赤裸裸的现实它就来了 那这台车呢 它居然没空调 就你知道吗 就这车原厂没空调 它有大灯高度调节 有ABS 有音响 甚至前车主还给我安了行车记录仪和倒车影像 真的它居然没有空调 就北京现在这个三十多度的天 真的在车里真的热得非常非常难受 而且不仅如此啊 就它是一个前中至后驱的布局 发动机就在我的屁股下面 就等于说我每天不光没空调 我还坐在发动机上开车 所以正确的开这台50至宫的方式是这样的 当你开起来你会发现 就这台车呀 它不光没有空调 它还没有助力 低速打转向真的特别重 然后你挂上二挡以后 你会发现 它这个挡棚还是特别好挂的 那虽然说我屁股底的这个发动机 1.2自然气器 它只有76马力 但是其实你空车跑 还是有一些推背感的啊 那这种车呢 它肯定舒适性 不及那些小轿车啊 SV啊什么的 隔音降噪啊 那基本上真的就是这个音响 只有两个喇叭的也只是摆设 就开这种车啊 你就听着它的发动机的声 然后来进行换呢就行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转速表对不对 只不过就是震就 我屁股底的发动机是真的震 那但开着还是挺好开的 就是我觉得我去开这台车 只要不上高速 走一些小山路啊 或者城市的道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呢 咱们毕竟是这个 哎呀 前中式 后曲 而且离地见习也挺高 我认为啊 它的通过性 那肯定是比一些前驱SUV要好的 尤其等我换了AT10之后 这样呢 哦 嘿嘿嘿 其实整体来看 我还是对我的这台 2万块钱的二手五零之光 非常满意的 你想想 现在2万块钱 你能买个啥对不对 买摩托车都未必能买个特别好的 那我接下来呢 会根据自己的想法 把这台车进行一个改装 具体怎么改呢 首先这台车啊 它也是有改一个AT胎的方案的 我还会把它改一个 我喜欢的配色 增加一个车顶平台 增加一个侧爬梯 而车里呢 我不想把它改得太复杂 主要以一个功能性为主 让它拓展性的好一些 再铺一些隔音降噪材料以后呢 我会用一些木板来做一个睡觉的平台 以及一些储物的空间 当然了 最重要的 第一步啊 我是得赶紧给这台车改个空调 哎呦 热死我了 哎呦 我以为我去做一个 我以为我这边的